回到家乡,我的露营也是清澈熟路 有山有水,有乡村有田园 在春天里,我们的房车露营这些地方,是不是很美 现在是下午的2点5时了,马上3点了 昨天两个视频一直都没有剪 所以今天一直剪到现在 也没吃饭,动物都拿出来了 炒几个鸡蛋,还有点菜 本早上今天不拍视频了,小杨没事 再给你们分享一下,你看我在这里露营怎么样 这个鱼塘,我曾经在那个小岛上露营过 大帐篷,大家还记得吧 这个农庄也是原生态农庄,里面也是非常的安静 所以在这里露营,有电有水 上次的露营是12分,天冷 现在是春天,在这里你看,是不是非常好 有空带你们在农庄里面转一转 这个蒸,不是蒸汗了,这个已经是下午了 炒几个鸡蛋,3点酒 先把全面炒,跑起来 这边把鸡蛋炒一下,菜子油 鸡蛋倒里面 来点盐 来点盐 微波炉里还有几个菜啊,把它担出来 这个微波炉都打着了 回来有三天了哈 这两天天天天和展友在一起 一个人坐着很久啊,今天还是回家了以后还是第一次 毛不自消,先把它倒起来啊 哎呀,我就没拿花蜜了 这个小斗子啊,很久啊,也是特别好 现在来给你们看看啊,这个下酒剩菜 野生驾鱼 看啊 小炒环牛肉 生姜香菜 豆子 炒鸡蛋 我们老家土花椒辣椒饼 吃饭特别好 回到家乡啊 我的露营啊也是清澈熟 有山有水 有乡村有田园 在春天里我们的房车露营这些地方 是不是很美 下午3点多了,到现在没吃饭 我要先吃点饭啊 然后再喝酒 这个鸡蛋啊,是龙丸老板给我的 是本鸡蛋啊 来,先喝酒 是小炒牛肉,里面还有香菜 是小炒牛肉,里面还有香菜 这个小炒牛肉,里面有多少辣椒啊 我不怕辣 来鸡蛋,来,你吃 来,吃点饭 吃了你的鸡蛋 给点饭给你吃 这下午3点钟 又不是中饭 这下午3点钟 又不是晚饭 这下午3点钟 这下午3点钟 很清澈 又在干事了 刚才喝酒 他说我不喝酒 我喝酒,你两个喝不到 他说 来 这下午3点钟 请你们 看这个啊 来 来,再给你们吃点 来,再啃一啃 看 看 看这个啊 好酒 其实今天蛮冷的啊 但是我是不怕冷 一瓦气也欢了 所以湖外露营啊 水天气游啊 我就说露营无忧啊 找个好人地 往这一煮 是吧 嗯 嗯 嗯 软软软 这回来这两天啊 正好是放假 和战友们聚在一起 也没工夫啊 坐下来和大家聊 这次啊 我首先我要感谢什么 感谢这一台房车 他陪我风雨同行啊 他既是我的宾馆、民宿 也是我的酒店 也是为我遮风挡雨 在路上跑车 停下来就是家 跨过三个城 湖北、湖南、重庆、四川 一路啊 这个房车的状况 非常好 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 回到了家 历时 渐禁四十天 一路啊 也得到了啊 战友玩友的帮助 和热情接待 这些我每个视频都做了记录啊 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现在我在我的家乡 在安徽同营 战友玩友 就是我的朋友 有机会来通灵 一定告诉我一声 我也敬一下地主之仪 喝一杯 是吧 来 战友玩们 敬你们 大公子 再改一下 来 来 就停在这个糖面上 我也不会钓鱼 如果会鸟鱼,在这里吃鱼很新鲜 还有白白酒,干掉它 已经吃点饭了 半碗春风,我带你们到里面看一看 我以前在这里也介绍过 但是季节不同 春天,万物复苏 前面还有姜甜 就是我吃这个生姜的姜甜 前两天他们在中姜 到时候我也带你们看一看 下午吃饭,还做到这里,把视频发掉了 现在是6点多了,今天的视频也发掉了 那我把收拾一下 都收拾好了 这边转转,天黑之前回来 这里看我视频的应该很熟悉 我去年12分在这里录用过的 这里有好几个糖养鱼的 然后这边,这个季节你看 羊柳树也发芽了 有时候也可以到这里做一做 看这里,盐棚 然后这边你看,青山绿水 农庄是没有对外开放 所以里面没有人 这边都是农田,你看 这个农庄里面还有烧烤 烧烤在前面 是他们今年才搞起来的 你看这里,我特别喜欢像这样的景色 然后呢,这个烧烤就在这边 这边开得更清楚,有烧烤 我跟他们都是很熟 我吃过了,我也不过去 你看,大天目,展棚 然后这边就是种生姜 你们吃的生姜 那天生姜怎么种植的 我也带你们去看看 你看这边都是种生姜的 吃过饭啊,没事,就这样管一管 这一圈管了,回来了,摘下来吧 我们就明天见了啊 这个窗户把它关起来,有点嫩